嗨,各位同学好,欢迎来到Phonyphonics,四栏音标 Phonyphonics,四栏音标的课程 今天老师要为您介绍的是Vocabulary of the Day Vocabulary of the Day,也就是每日一次 那还是一样,我们今天到wikipedia.org wikipedia.org来去找From Today's Future Articles From Today's Future Articles 好,那今天最注重的一篇文章 是跟一个贝壳类有关的生物 The Bivalvia Bivalvia 也就是如果你对这篇文章有想做进阶阅阅读 只要打B-I-V-A-L V-I-A Bivalvia 这个单字就可以找到这个文章 它有讲到这个水底生物 它的一些故事 当然你可以随便去下载一个线上字典 可以边查字典边查这个文章 可以让你英文更进步 那今天我们可以用到的单字有 好,老师这边已经有做了一个笔记 有Bivalvia Clask Mollusks 还有Clands Oysters Coccos Muscles Scalops Families 好,那当然这几个单字 如果大家去查一下都是跟海底生物有关的 所以如果有对这个想做进阶阅阅读的 都可以去查一查这些单字 那我们这个是 我们的课程并不是在讲解这个 我们是在讲解这个发音的课程 所以老师不会在这上面多做解释了 好,那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字 Bivalvia Bivalvia 好,老师先来念一下这个单字 我们可以先来熟细一下 The bivalvia comprise a class of marine and freshwater molasses that have laterally compressed the body enclosed by a shell consisting of two hinged parts Bivalves Bivalves include clams Oysters Coccos Muscles Scalops And the members Other families that live in salt water Or in fresh water 好,那就是今天的课文 所以我们第一个是Bivalvia 啊,Bivalvia 当然你去查这个字典 去查这个单字 可能查不到 你只能查到 Bivalve Bivalve 好,那所以它是去1加IA的一个字 所以我们来看哈 我们interpunk在BI后面 所以BI是代表两个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根号 所以我们在V1 我们的VIA 注意它是直接分成两个音节了哈 所以我们来看 这边我们也看到它有三个interpunk 啊,三个interpunk 啊,当然我们讲这三个interpunk 就三个分音符号啊 用这三个分音符号包含啊 包含我们隐藏的啊 最后一个invisible interpunk啊 啊,记得所有的单字哈 所有的深字哈 在最后结尾都一个看不到的啊 音节符号啊 所以我们用这个三个音节符号 三加一个invisible哈 等于四 好,把它分成四个音节 那我们看到它的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在by这个地方 以及第二个音节 马上就第二个音节 所以我们的main stress 啊,我们的main stress 啊,主重音在第一音节 啊,我们的secondary stress 啊,也就是我们的次音节 在我们的第二音节 啊,次重音在第二音节 啊,所以我们第一个音节 by,啊,它套用的公式是valve before 啊,interpunk 啊,value before interpunk 啊,所以在它的value 啊,在interpunk的前面 啊,并且处于 啊,我们看我们在这第一个 呃,主重音的这地方 老是画一个stress zone 啊,画个方框 啊,代表它是在 啊,重音区 那重音区里面唯一的母音 又刚好在interpunk 在分音符号前 那我们就会套用一个母音 在重音符号啊,母音在分音符号前 母音必须是长母音 啊,我们把它做一个声音啊 声母音生成长母音的动作 而i的长母音就是i vi 啊,那所以第一个啊,我们第二个很很好玩哈 因为我们次重音马在第二个音节 所以它套用的是V加C的公式 Val and consonant Val and consonant V加C 母音加子音 或者我们讲原音加辅音 所以这时候母音就会变成降母音 好,这时候我们用 Val,Val,Val Val,Val,Val 好,那当然最后两个都是轻音节了嘛 好,所以我们在最后两个都是轻音节 所以我们补两个轻音节之后 一个念E 一个念E 好,那如果通常是I跟A结尾 我们通常会拉一个长语音 再播一个短二音 Ear Ear 所以我们念Via Via Via Bival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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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再来看哈 Bi Val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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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好,如果我用这个我们的箭头符号来表示的话 Bivalvia 好,下一个单子 Class C-L-A-S-S 好,这就简单了 所以我们是Val and consonant and consonant V加C加C 好,跟刚刚不一样 它是Val and consonant 现在是Val and consonant and another consonant 所以这时候我们画一个下降的符号 Class 好,所以直接A-S短母音了哈 好,下个单子Molusk Molusk 好,因为它有多加个S 好,这个我们看到我们的上面是没有S 好,那S代表复数 所以一般来说我看到两个重复的L 好,重复的子音 好,那好棒哦 好,我们直接在它中间加个interpump就好了 好,因为它两个重复的子音 所以通常我们直接加分音符号 把它分成两个音节 那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我们在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所以我们看母音加 它又是V加C的公式 所以我们找到第一个母音的位置 好,向后面算 看它是母音加什么 刚好是母音加子音V加C 好,请记得当它是V加C 或者V加C加C的时候 母音都是short vowels 好,所以在这个重音节 老师画这个StressZone 我在这个StressZone 重音区块画出来 它是V加C 所以A的O的短命名就是R 好,所以A,E,I,O,U A,A,E,R,U A的地方有时候可以念O 对不对 好,所以很简单 O我们就念R 毛 那当然第二个U就是亲母音了 所以我们补个儿或者是E 在这边 那当然通常U是补儿 不是补e 所以S造写K造写Molusk Molu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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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有负数呢 Molu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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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来念 下个单子C 这个就简单了 单音节度简单 C-L-A-M 我们找到第一个母音的位置 看他后面跟的是什么 刚好跟的是子音 所以又是V加C 所以C-L-A-S C-L-A-M 所以直接套用 A-A的短母音 C-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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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就Oyster Oyster 我们看看Interpoint St的这个地方 所以你不要在Oy的 如果你不要在Oy后面 跟St的中间 都意思都是一样 不过我们现在就照他字典上的编辑 并且他中音在第一个音节 所以我们在最后两个字 是轻音节 我们各补一个轻母音 再把它连起来 因为通常A-R-E-R-O-R 做字尾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先补个轻母音 再补个R 所以把它变成R 把它变成R 或者是R 这样子的符号 所以St 所以我们后面就是T 这样子翻译T 前面呢 O跟Y 记得O跟Y它是一个V 它是一个Variant Variant Vow Variant Vow 就是特殊 我们讲说破音型的 或者这两个加起来是一个特殊的发音 所以O加Y 跟刚刚一样 我也把它圈起来 不过跟刚一样 不是两个轻音符号 我这两个这样符起来 所以一个不R 一个不E 所以它就念Oi Oi 所以O Y Oi 或者Oi Oi 这是一个Variant Vow 就是特殊发音 Oi Oi 就会念着Oi 所以我直接念Oyster Oyster 所以再看老师再标一下Oysters Oyster 如果S结尾 碰到R Oyster 我再标一次 来看我怎么做 Oyster Oyster 好 那下个单字 C O C K L E S Cock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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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它是C O C K 的地方 Cock Cock本来就是一个名词 所以Cockles 所以在它多出来的L E 这个地方 打个这个 那当然重音在低音节 所以我们看到它是V加C加C V加C加C 在重音 StressZone 里面 在它的StressZone里面 它是V加C加C 所以我直接补O的短母音 念R Cock Cock 其中一个K不发音 Cock Cock 那注意啊 只要它是L E结尾 不管它是B L E C L E D L E S L E T L E Z L E 我们的L跟E 一定颠倒过来念 E跑到L的前面念R L跑到E的后面念R 所以我们就念Cockles Cock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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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再看老师在 再标一次哈 V加C加C 这时候呢 Cock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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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好开心哦 我在中间直接画个Inter Pound 好 一样中间在第一个音节 所以我们又是V加C的组合哈 好 我们的StressZone在第一个音节 V加C 所以U的短母音量 E 所以MUS MUS MUS 好 一样E跟L 颠倒过来 L跑到 这个不是L1 这是EL 所以EL跟L1 念法都一样 直接E 补个轻母音 念E O 直接下来 一样 后面的S又变Z 有声子音 S 遇到有声子音 S变成Z 所以再看老师再标一次 Muscles Muscles 再标一次哈 好 Mus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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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还是一样哈 下一个 Scalops Scalops 好 一样两个L 好 所以我在这边直接加个Inter 跑在中间把它分开来 好 中音一样还是在第一个音节 所以我们用一个V加C的组合 所以A A SC SC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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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轻母音 在O的地方 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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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l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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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单子Families 好Families就是从Families 这个单数去Y加IES 所以我们看它的分解分在哪里呢 来我们来看看哈 所以Families Families 所以中音在第一个音节 还是跟一样哈 从这个第一个音节角度来看 中音在第一个 StressZone在第一个音节 Mainstress在第一个音节 所以StressZone 也在第一个音节 所以它是一个V加C 在第一个音节 A的短母音 念A 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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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轻音 在第二个音节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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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的是它是本来是Y结尾 所以我们看 本来是Families 是这样子写的哈 啊 Fam M Li 啊 把最后最后I跟Y的轻母音 可是这个Y啊 现在变成IES IES 所以我们记得一件事情 啊 他是I不发声 啊 并且E念轻母音 啊 S念Z 啊 所以他这个L去Y加IES 哈 我们这样把它啊 把它念出来 所以 Y I念 结音E 哈 所以Families 哈 所以再看一遍哈 Fam M M This 等一下哈 哈 所以这个 哈 Families 哈 我们把它标出来哈 哈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这几个单字的发音方式啊 对老师啊 有什么单字或甚至想问老师他的发音啊套用了什么自然发音的Phonic的规则他是如何套用啊哪样的Phonic规则啊把它变成啊 成这个Phonetics音标形式的发音法啊或者我们的PhonyPhony这个图形教学法啊有兴趣啊想要了解更多的话请用Google Plus啊用Google加啊DVTT啊 Nch Tare G Google Plus, Google家的朋友 或者直接写email给老师 WTDIMGA at gmail.com 好,老师很乐意为你做一个线上解答 好的,那现在我们把今天的课文 再念最后两遍 那我们一遍用正常速度 一遍我们放慢 让大家同学还可以做最后一次练习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Leave by Valvia comprise a class of marine and fresh water molasses that have literally compressed bodies enclosed by a shell consisting of two hinge parts But Vals include clams, oysters, cockles, mussels, scallops and the numerous other families that live in salt water or in fresh water 好的,那我们再来念最后一遍 老师会放慢速度来让大家一起来念 The bivalvia comprise a class of marine and fresh water molasses The molasses that have literally compressed bodies enclosed by a shell consisting of two hinged parts But Vals include clams, oysters, cockles, mussels, scallops and numerous other families that live in salt water or in fresh water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我们的Vocabium of the day 谢谢观赏 未经许可,以上就是今天 我将的数据简单